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今天各位觉得很奇怪 我们为什么这个施某人在这个 就是studio 我们这个录音间里面呢 戴个口罩 因为很简单 礼拜天我才刚带着家人 去日本玩玩回来 那依照规定 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叫 自主健康管理的阶段 那自主健康管理 在室内一定要戴上口罩 免得呢 到时候有些知道我去玩的人 然后回来发现 然后我居然上节目 而且因为这就是现场节目 然后我居然没有戴口罩 好 检举他 那对不起 我可能就要被罚钱了 这个身为小小的 可能有一点点知名度的这个人物呢 行指还叫稍微小心一点的 好 今天那个不免熟的 我们节目开始呢 还是要来跟大家来看一看 今天三大报 好 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特别的 这个头版头的新闻 自由时报 还是非常注重 这个选举新闻 我们看到自由时报 参选2024 郭台铭出招 好 另外 其实中国时报也有相关的新闻 朱立文说 侯友宜是最强母鸡 好 其实 我从选前大概就已经听说了 朱立文大概也知道 自己本身的人设 其实不是非常的理想 也就是说如果他出来带领国民党来进行 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话 可能赢的机会会比较辛苦了 这么说 所以呢他一直在去年的县市场选举中 积极的扮演好这个最佳教练的这样的角色 那看起来如果说他真的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这个部分的话 为国民党找出一个最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不要重蹈2019 2020年的负责 我觉得这次形势来讲 内外的形势对蓝军来说不会太不友善了 我怎么这么说 然后呢 另外那联合报的头版头呢 他有说一个港澳来台自由行20日起解禁 其实台湾的观光市场 我个人这么多年的一个小小的心得跟观察 因为我自己当然我不是做观光旅游的 我只能说台湾的这个市场 基本上你要靠这个外来客的话 主要还是要靠港澳跟对岸的这个朋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观光客会到东南亚或者东亚地区玩的这些朋友们呢 基本上来讲大概喜欢做两件事情 泡水 阳光 沙滩 然后那边长阳在海水间 然后在那边完全放空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睡觉 所以也就是说在台湾 但因为他们跟台湾人的这种 度假休闲的模式真的很不一样 台湾人到外面度假休闲 基本上一定要满足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个叫吃东西 一个叫买东西 那要能够满足吃东西跟买东西 这两件事情 那才是对台湾人来说 出去有玩到 像比如说我们这次 我们带我太太跟小孩 我们去中京玩了五天 那基本上吃东西跟买东西 这两件事情都有做到 但是这跟西方人习惯的 度假模式 泡海水 然后放空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 好 那读报读完了以后 当然就要从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标题来跟大家说 当然这个事情 现在来讲感觉已经有点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上上个礼拜六 礼拜天好的这个事情 也就是美国把这个飘过美国的疑似间谍的气球 终于用了这个F22战机搭配AIM-9X先进响尾蛇的飞弹 把它捅了下来 那当然捅了下来 其实捅下来我觉得才是故事的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捅下来之后 首先你美国人找到残骸 而且从现在来看 残骸基本上大概已经被美国人回收了大部分 然后回收残骸以后 当然就要这些残骸进行分析跟研究 看这些残骸到底能干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后面 我觉得才是故事开始会有一连串的各种认知战 或者说是这种在国际上累积香骂本的这种事情 会开始逐渐产生 当然我们这边必须要说了 就是说这个气球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间谍气球 我个人觉得其实很大的几率 它其实就是一个气象气球 为什么说很大几率呢 当然不可否认去说 中国大陆他们这一次在这个事件中 让世界各国有一个比较大的怀疑 特别是美国怀疑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近年一直不断的在包含像驻航空展 或者在各种的这样科研的这样一个成果上 去强调一件事 强调什么呢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天机雷达的这样一个概念 或者说空机雷达 什么叫空机雷达跟天机雷达呢 空是空中的空 机是基地的机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雷达 一般而言大概都设置在地面站台上 比较特别的你会把它装到飞机上变成预警机 然后从空中来看 然后呢 现在装到气球上 然后变成从空中由上往下 鸟看 那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呢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它其实也还是有些技术的问题需要克服 那当然首先我们先说 来聊聊这是这个美国用F22战机 捅下来的这枚气球 那其实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 包含在这个大陆地区 跟世界各国 对美国人到底怎么把这个气球捅下来 大概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目前在世界各国来说 普遍接受的这个说法是 美国派了两架F22战机 当然他们是在红旗演习中演习的一半 然后被叫来 然后呢进行支援 然后经过多次的空中加油 在这个气球的下方 然后呢 刚刚这个气球 编队飞行观测了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由这个编队中的掌机 然后呢运用AIM-9X飞弹 把它击中 那由于它本身当时限定 是用 甚至可以说 是用一个类似直播的这样的方式 有人是用直播的 所以呢 其实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因为为什么后面 这个对岸的朋友们 这个坚称是三枚 然后美国坚称是美国宣布是一枚呢 因为当然就有一些大陆的这个 这个这个军板 或者说他们讲的这个 大陆的这个军事网友啊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KOL 这些 那个 一些具有这个 就是说 一些这个 在这一方面 发言 颇有 这些支持的 这个朋友 这些这些所谓的 这个关键的 这些 那个观点者呢 都说三枚 是三枚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你看 那个攻击之前 有那么多的这个凝结尾 那边飞来飞去 好 现在先要说了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枚气球 它的飞行高度 大概是高度 六万五千英尺 也就是离地面 大概差不多 一万九千公尺 到两万公尺左右 也就是大概距离地面 二十公里高 其实基本上来讲 已经到了这个 对流层的快要到顶了 好 那因为对流层在世界各地 厚度不应 大概差不多是大概十六到二十公里的 这样一个厚度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高度来讲 其实对于一架战机来说 它要飞起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然后 那那个 以这个气球来讲 为什么 比如说他们又会选F22战机 因为你飞机的飞行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飞机要足够的胜力 才能够维持在空中进行飞行 那这个胜利 取决于什么呢 最大的部分是飞机的气动力外形 跟速度 也就是你的飞机 它其实如果说你对这个飞机 这个航空工程有点研究的话 你会知道飞机 它本身是有个性能图表的 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包裸线 那它在多少高度的时候 可以飞出多大的速度 然后可以在这个 那个高度跟速度的这样的范围之内 它可以维持一个 那个良好的操控 其实像这次也就是6万5千英尺 或者说这个气球飞到6万8千英尺 其实这个高度 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战机 可以维持飞行的这样一个高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平常坐飞机 去坐这个国际航线 大概差不多 你如果喜欢有时候看完电影 或看完什么短片 中间你去翻一翻这个 你想知道你现在飞在何方 你去看一下那个飞航资讯 大概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国际航线 就是从两国间飞来飞去 比如台北飞到日本 或台北飞到美国 台北飞到夏威夷 或台北飞到欧洲 这个时候 它航管给你的高度 大概有可能 大概差不多从 3万7 3万9 或3万7 3万8 3万9 4万或4万1 但是你想想看 6万8千尺 离这个4万1千英尺 其实大概还差了 大概1万6千 1万5千英尺左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就是说当然首先 这个气球飞那么高 很大的因素就是 它为了要避免 因为气球本身不是一个 像飞机一样 可以轻易操控东西 它其实比较像 重流飘荡 任意东西 这样的一个飞法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今天 你要把它弄下来的话 对不对 像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这边就已经有了 朋友在问 美国军方有没有考虑 不要把它打下来 而是把它拖带下来 这样可能性 比如说他说用一个大神 或往神抛那个方式 把他勾住 勾住 这样把它拉下来 而且也可以把气球 比较完整弄下来 而且也看是美方 比较不吃亏 这个想法 其实也很有意思 但其实难度非常高 为什么呢 我先跟大家解释 先看我美国 为什么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其实就已经 有不小的难度来说 第一 因为这个气球 本身六万八千英尺高 我们刚刚讲到 大部分的民航机 大概在四万一千尺以上 鲜少有飞到四万 四万一千英尺以上 为什么 这个高度 其实空气 已经非常稀薄 我之前访问过一个 我们空军面飞行员 一个梁将军 他说 他们那时候 在进行征兆飞行的时候 空军让他们把 那个RF1弄4 可以飞到多高 飞到四万三千英尺 他说四万三千英尺 当然不是 F1弄4的最大声线 但是基本上 只规定 他能够飞到四万三千英尺 为什么 因为超过四万三千英尺 你F1弄4来讲 它是个单发动机的飞机 发动机如果在这个高度上 熄火 其实同时代表一件事 你的仓压也就没有 为什么 你要维持你的坐舱压力 就要靠飞机的发动机 里面压缩空气中 从一段 一级的压缩机 把它引一堆压缩空气出来 然后帮你的坐舱加压 你才有办法维持一个 大概接近八千英尺高度 这样的仓压 这个压力对人有多么重要 就是说你四万三千英尺以上 如果空气太稀薄 这个时候你突然仓压没有了 我们知道 因为你人身体是一大气压 但是一大气压 如果你跑到那么四万三千英尺 没有任何压力防护的话 你血管里面很多气体 它就会膨胀 膨胀就把你的血管给堵住了 好不好 然后你这时候可能就发生这种 类似像潜水敷病一样的 这样的那个问题 然后呢 就有人就失能了 所以好 有一个往事 大家都知道那个大概20 好像2014年吧 不是有个马航这个MH370事件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你说那个机长 到底就是机长 有没有人这么 我也不敢确定 但只能说 好控制飞机的人 如何能够让飞机上的人 没有办法 比如说利用卫星电话等等 有任何的方式对外 那个传播一些讯息 比如说我们被劫持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嘛 像那个911事件中 很多人都还利用这个机上的 卫星电话 或者他们自己的那个通讯方式 跟家人道别啊等等 但是这次没有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推测 我跟一个小朋友 也是航空公司的机长推测 就那个时候呢 其实啊 控制飞机的人 我强调是控制飞机 我没有说一定是谁 控制飞机的人 他呢 可能啊 就在当飞机从这个新罗湾 开始折返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把飞机维持在四万五千英尺 大概接近半个小时 为什么要飞那么久 其实啊 这个事情啊 我后来就问那个 我那个朋友他做机长 我说哎 你们这个飞行员在前舱 你们要把这个舱压把它关掉 难不难啊 他后来想了 恍然大夫说 哎 很简单耶 按几个按钮 那个舱压就没了 如果你在四万五千英尺啊 舱压没有的时候 各位知道客舱会发生什么情况吗 砰 你前面那个氧气面罩掉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在看这个 呃 这个逃生 那个那个飞机紧急影片的时候 都不会告诉你 是不是说 啊 这个呃 飞机舱压 如果失去 然后你没有 给他不要紧张 他把这个氧气面罩戴上来 戴上以后 你再协助旁边的这个 比较不方便 或者是你小朋友 再把它把它带好 可是大家知道吗 客机哈 那个那个从你面前掉下来的 那个氧气面罩 它是用化学供氧 就是说它是利用化学的这个方式 产生氧气 然后供给你 它的时间只有大概15分钟左右 如果15分钟之后 对不对 还是维持这个高度 没有掉下去的话 氧气没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产生缺氧状况 然后呢 你就睡 然后先会睡着 然后就晕死过去 然后所以就说 为什么当时呢 我们就猜 可能控制飞机的人 就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飞机有点故障 我们要折返 因为它其实也的确是往 那个吉隆坡的方向折返 但是它维持高度 维持在那个45000英尺左右 它维持在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如果正常的话 它把仓压关掉 然后大家利用那个氧气面罩 呼吸15分钟 同时睡着了 所以其实在它后来 接近马来半岛 然后开始下降高度 用低高度穿越马来半岛 那个过程之中呢 其实那时候 我跟那时候 那个我们那个机长朋友推测 那时候飞机上乘客 可能已经大概都被它 利用缺氧的方式 让它统统昏死过去了 所以就是说 你说以战斗机飞行员来讲 它其实的确没有那么容易的 让战机爬到 那个65000英尺这样的高度 如果你要爬高 像为什么你看 它用到F-22双发动机的飞机 如果说它飞行员 不要经过特别准备 准备什么呢 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高空压力一 什么叫高空压力一呢 你如果去看 那个SR71 或U2 这个高空侦察机 它的飞行员 在出任务的时候 都会穿个像太空装一样的 这个衣服 为什么 就是要怕 如果万一飞机 在那个高度 特别是U2 熄火了 双压没了 那时候怎么办 你飞行员就一定要 靠压力一 才能够保命 好 那你在没有压力一的情况下 那你战机要爬到 这个六万五千英尺高的话 那像F22 它双发动机很合适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两个发动机 突然同时熄火 这个难度是有点困难 或者说F22 他们现在新的这个 环控工程 可以让它即便在 那个高度熄火 但是它的仓压 可能透过飞机上 什么紧急动力单元 等等 可以提供它一段时间 然后从那六万五千英尺 降回四万三千英尺的高度以下 重新启动等等之类的 whatever 这个我比较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它能够让飞机 维持在那个高度 它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好 等到到了这个飞机 真的飞到四万五千英尺 那六万五千英尺高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刚讲 空气非常稀薄 也就是说你飞机 一定要能够维持 它在那个飞 那个高度飞行的话 它的第一 飞机的外形 也就是我们讲 空气动力要设计非常好 第二 为什么选F22 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F22 其实本身有个叫 向量喷水 什么叫做向量喷水 就是它的这个喷气 喷出去以后呢 它不是只有直直往后 它可以往上 让它比如说 在做这样一个 拉伸的动作的时候 可以比一般正常战机的动作 特别小 或者往下推 它可以比较大 那另外 它在维持这个高度 高公角飞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飞的时候 空气很薄 很稀薄 它维持那样一个整理 它飞机在空中飞 一定是大概维持这样一个姿态 那这时候 它利用向量推气 把它的那个喷嘴 把它的空气一直往下打 可以让它维持 在六万五千英尺上的 这样一个平飞 那好 大陆人又说 你这个前面一定打了两枚 AM120失败 所以才选AM9X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任务计划官的话 你大概一开始 其实就绝对就选 什么AM9X这样的飞弹 为什么 因为你气球在空中飘 它的速度其实很慢 当然你说 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气球 飘出 那个北卡的这个海岸之后 立刻把它击落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虽然说气球不是很慢 但是它从飘出海岸线到飘飘飘飘出12海里以后 因为飘出12海里以后 你就不能再把它打下来了 所以它必须要在这12海里 也就是大概这20公里的飘行距离过程中 把它可以下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对于美国来讲 它就必须要掌握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 intercept window 就拦截的这样一个 那个时间差 它非常的精准 所以就变成说 它发现气球飘出来之后 马上射一颗飞弹 那这个时候你说 为什么不是AM120呢 因为很简单 气球我们刚刚讲 它飘的速度不是很快 其实大家知道吗 如果说今天你是用雷达导引的飞弹 或者是战机要雷达去做这个射控的话 雷达往往会把那种速度很慢的目标 当成假目标 为什么假目标 因为大家有没有看过 看过很多空战电影 看到像比如说 这次捍卫战士2 不是这个热播吗 大家有没有看到 捍卫战士F2 他们在战机在飞的时候 如果碰到飞弹去追它 这个时候它会丢出一堆 那我们称之叫热燕弹 或干扰式的东西 热燕弹是用来针对红外线的飞弹 干扰式就针对雷达影像的这样 那个雷达的那个导引的这个飞弹 而且它其实在做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它飞机一直在做一个这样拉伸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把这个东西丢出去以后 才能够让后面的飞弹看起来 它好像是从飞机飞出来的 那它比较没有办法分出 到底这个是飞机 还是那个在飘的那个是飞机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可能去追那个会在飘的 但是现在飞弹也都已经知道 你这个飞机会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反制敌方的战斗机 那个飞弹对不对 所以飞弹本身就会内建一些 这个MODE程式 或者是内建一些 这样一个拦截的这样一个资讯 当比如说它看到飞机在这样飞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些人会飘出来 静止在那里 或者说输入很慢的时候 那是假的 它去追那个 特别是这种雷达导引的飞弹 都有这种能力 要不然你说 造价这个好几百万的这个飞弹 碰去追一个 这个一团这个铝箔物 砰炸掉了 让真的飞机跑掉 那不是很 那个成本更大吗 所以战机的射控雷达 或者有人翻成火控雷达 或者是 飞弹本身自己的这个雷达寻标头 就会在这种关头 把那种速度太慢的东西 它就把它滤掉 你说气球在空中飞一飞 其实是不是就很像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Trap或Flare 就是那个热烟弹或干扰斯 那样的一个东西的情况 它其实相对来讲 就比较好 不容易 那很容易就骗到这个 不容易让这个飞弹受骗上当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对美国来讲 它一开始 其实就是选择了 红外线的这个 热影像的这样的飞弹 特别像AM-9X 它可以在那边飞 在那个高度讲 我这样要维持平飞不容易 好 假设说我现在镜头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气球 但其实我拉到这个高度以后 我可能没有办法 我完全维持 我的鼻 那个机鼻 指到这个 那个镜头上 所以这时候我可能是这样飞的 那我这样飞 AM-9X 它如果搭配一个叫 头盔瞄准具 最近大家也看到新闻 我们的空军也在非常积极训练 我们的飞行员用这个 头盔瞄准具 好 那这个时候 它我即便这样飞 我那边一边飞飞飞飞过程 我看到镜头在那边 然后我用我的头盔瞄准具 去瞄准了这枚气球 它就可以借由飞弹巡标器上的 红外线成像的功能 然后去判断 是不是你要打的目标 然后而且等到确定锁定 然后音响 滴滴 那个声音很好 飞弹发射了 然后就把气球击落 所以这颗气球 大概没有什么意外 应该就是一枚飞弹打下来的 然后而且直接命中这颗气球 你可以看到 飞弹爆炸以后 整个气球就被飞弹破片 然后整个切破 然后迅速的泄气 然后就掉下来 好 这一节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 然后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今天继续跟大家聊 为什么我会说气球掉下来 才是故事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海军 不是也把残骸 什么等等 开始刺激打捞上打捞键 然后等到后面开始分析 我觉得后面双方又要开始准备 继续相骂了 刚刚在广告之中 可能有些在看网络直播的朋友 大概有听到 我跟制作人在聊 我身上这件空军小背心 这个其实是我当兵的时候 一个纪念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当初发的时候 退伍不用搅回的 像比如你发什么军便服 然后各种这些衣服 帽子 什么这些东西 你退伍的时候要搅回 但是当时我们空军 就每个官兵 就是即便是像我们义务义的 也会发这么一件 这个小背心 而且这个退伍的时候 你不用搅回来 就把它这个拿作一个纪念品 在有点有点说 这个纪念你在空军 这个一年 这个十个九个月 有九个半月的这个日子 有这个纪念性 好 那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会说 急落下来 才是故事开始来 其实这个事情 说的你从危机处理的角度 来说的话 我真的觉得 我必须要说 北京处理的并不好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飘进别人的领空 对不对 然后被人发现了 然后吵成那么大的新闻 这个时候 是不是后面就很难处理 而且这个气球 在空中 其实已经飞了非常的久 美国人不是不知道 美国人大概 其实从这个气球 从穿越阿留森群岛 进到阿拉斯加州 美国人其实就知道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过去就有啊 所以一开始美国人也没有 那个军方也没有把它 太做一个很大的这样的处理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 这样的关系 所以北京方面 可能就掉以轻心了 然后这个气球 其实又那个沿着 我们讲到西风 那个喷射气流的 这个南源 南边的边缘 因为我们看它 那个你现在看的 这个通常报纸上面 或说媒体给你看的 这个路线 好像从大陆的 这个东部飘出来之后 经过日本 然后往这个阿拉斯加非 飞的时候又穿越加拿大 然后飞到美国 然后从美国 这样一路横越整个美国 但其实如果以路线来看的话 它其实刚好真的就是啊 那个向西的这个 向东的这个喷射气流啊 围着地球啊 飞着那个吹着这样一个方向 这个喷射气流 其实很有意思啊 它的速度非常快 每个小时可以达到 两百多英里左右啊 所以好 那个像二战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啊 二战的时候你说 日本为什么哈 打下美国的那个轰炸机的数量 远不如当年德国 好 那个在呃 那个欧洲 K下这个盟军的轰炸机 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啊 你去一个叫Duxford 也就是帝国战争博物馆的 达斯佛分馆 它呢有一个哈 专门给美国陈列飞机的 一个叫美国馆 那个建筑还得够奖的啊 但是啊 他那个哈 建筑外面有一排玻璃墙 那玻璃墙上面好就军着好 那个用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磨砂的这个方式 军的一架架的飞机 它那个墙是什么意思呢 就纪念所有在欧战之中 被德国K下来的美国或英国 同盟国的军机 有八千多架 很可怕 也就是说你看那个英列的岁月 那个电影Memphis Bell 里面讲到当年对德国轰炸 有大概八七八千架飞机 被击落 有接近十万名的飞行组员 在空中殉职 这不是假的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但是为什么相对日本 打下来就少很多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其实你知道吗 就跟这个喷射气流 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喷射气流 其实大概也就在二战 那个时候发现了 为什么 因为那B29轰炸机 可以飞到对流层的 那个很上面 等于说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接近 就是说对流层的顶端了 B29轰炸机 因为它本身有那个舱压 所以它不像 你看所有的空战影片 讲到B29 你看到它里面 所有人都穿的一般的 他们从天宁岛上飞机的时候 穿的那个短衣短裤 在空中 做各种的这样的飞行解算 或者说那个操控 不像这个B17 每个人都穿 非常厚重的飞行衣 而且还穿那羊毛的 这那的 然后整个人穿的跟球一样 因为B29有舱压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舱压 它可以飞得非常高 所以他们最早几次 飞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发现 怎么搞特别耗油 靠近日本的时候 他们一直往飞机 要往西修镇 为什么 他们才知道 有喷射气流 这个玩意的存在 所以后来日本 他们比如说 美国人从站了天宁岛 然后塞班岛之后 飞机从天宁塞班起飞 然后沿着小利人群岛 一路飞飞飞 飞到东京去炸 所以日本基本上 就在它整个 那个东京的南边 布下这个高射炮阵地 但是因为美国发现 有喷射气流以后 你知道 变成说 它去炸东京的飞机 怎么飞 你知道吗 它其实先朝大阪飞过去 然后它飞到大阪之后 然后再沿着喷射气流 由西往东 飞到东京 就开始丢炸弹 那时候炸弹 也不会被那个喷射气流 吹到那个 那个不知道 那个吹到800里外 然后才比较能够 炸的这种目标 当然 后面美国人发现 白昼 炸日本 然后从这个轰炸高度 丢这个气流带 效果太差 为什么 因为高空气流实在太强 后来他们才发展出 夜间低空轰炸 这个夜间低空轰炸 才造成日本 非常大的 这个民众的这个伤亡 譬如说 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3月9号 3月10号 那个是 有人戏称 那个叫李梅都根 为什么叫李梅都根呢 因为当时在天宁岛 这个21轰炸兵团的 这个司令官叫李梅 他那时候派了这个轰炸机 一个晚上就把皇居以东 所有的这个 当时可以说 营座 然后这个港区 全部烧光光了 用B29轰炸 全部烧光光了 然后烧死了10万多日本人 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 其实这次这颗气球 基本上来讲 大概就沿着 我们刚刚讲的 整个西风带 就是那个喷射气流 那个西风 一路飞飞飞 因为地球是圆的 那你看到就是啊 不管你用什么麦卡托 这样投影 这样一个方式出来 你会感觉好像 纬度相同的 它常常变成 你那种投影方式 你会发现越往北边 土地越大 其实没有大到那种程度 那是我们讲到 这个地图投影法 给带给你的 那个视觉上的 这样一个错觉 但其实这个路径 如果你用西风带一看 就很明显 就沿着西风带飞过去了 那当时你说 他丢这个气球 有没有可能会有 这个军事上的 这个意义跟这个效果呢 其实我个人相信 你要说完全没有 大概很多人 真的很难相信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不会很大 我只是说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人说 今天中国大陆 已经可以从 大概距离地面 三四百公里 四百多公里的太空站 提供4K画质的影像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 从这个气球 上面提供影像 或者其他这个资讯 能力有没有 有 行不行 行 但是呢 以这个气球来讲 他这个气球 其实当然不小 我们看到 为什么今天 这个气球被人家发现 就是说 就是民众在拍 因为最近不是有个 彗星跑来吗 之前有个彗星 那个什么 号称五万年来次的 这个彗星出现 所以搞不好 就是有那种观察 这个 就要拍新鲜的朋友 看到亮亮 他有一次 结果一看 不是耶 居然是一颗气球 从这时候开始 就引发 那个媒体报道 然后网络疯传 然后就引发了 一连串的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算是报道的 这样一个效应 为什么 因为毕竟现在 那个北京跟华盛政 的关系不太好 而且呢 之前也准备 布林肯要 前往 那个 北京访问 那但其实双方现在 可能对议题方面来讲 还有一些 这个在磋商 获胜局 可能产生一些歧见 所以呢 到时候 比如说布林肯 到去呢 还是不去呢 可能我觉得也在这之间 那刚好 现在这个气球飞过来了 对于美国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让 那 藉由这样一个事件 就宣布暂缓 访问北京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气球 为什么北京处理不好 也就是说 今天你这个东西飞飞 因为好 的确 我们刚刚讲到 你气球上 即便有控制它 能够飘移的方向 这种动力装置的话 到了那个高度 面对西风 我跟你说 它的效果也会非常低 也就是还是 重流飘荡任意东西 没有东了 只有没有西了 只有东 就是沿着喷吹气流 被往西一路吹 往东一路吹 往东对不起 那你上面即便有 这个操控的这个 那个设备呢 你能够给它的 航线的这个变化 其实说 说真的也还是小 那再加上 它吹过这个路程 一路 就经过很多 美国的这些机敏 而且从空中 看得又高又远 是不是 所以其实从北京 的角度来看 或者说从我们 已经习惯 用西方思维来看事情 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这个气球 如果开始一路飞 飘向阿流森群岛 开始飘向阿拉斯加的时候 那个时候 其实美国 那个北京就应该通知华府 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失控的气象机球 飞到你们美国 往你们美国那边去了 那如果万一很不幸 它真的吹进了你们领空 细心争辩 你要怎么处理 那我都没意见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 你从这个世界各国角度来看 你真的飘进来 即便你通知我 但是你在我的那个领土之内 我有这个领土高权 我还是有权利把他弄下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美国当然就 那个在这个气球飘进了美国本土 已经引发这么大的这个轩然大波 这个情况下 你说从美国角度来说 他能不把他捅下来吗 所以北京在这个事情上来讲 我觉得他如果一开始 当气球还飘向阿拉斯加的时候 就已经先跟美国提出先世声明 我们现在有一个失控的气球 飘到你们里面去了 他本身是一个气象的这个目的所这个做的 而且呢 要把他的这个目的什么 讲得非常清楚啊 可能是做气象研究等等 各方面都讲得很清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后面一定要讲细听处理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飘到里面去 你觉得不爽 你要把他捅下来的话 那对不起 你就把他捅下来 我们真的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因为其实到那个地方 你中国大陆想要控制他 也的确有很大的这个难度 但结果北京没有 那当然是不是因为之前已经放了太多了 然后觉得这就是一个很routine 很例行的这样一个事情呢 但至少就是说 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北京说 这是一个这个民用的这个气球呢 是怎样怎样 那这个时候 你说你要美国人去相信 或者美国人接受这个说法 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等着他被打下来 那现在他被打下来 其实我们刚刚讲 你事前有说 跟事后美国人 把他打下来之后 再去捞残骸差别在哪里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美国人去捞残骸 假设一个状况 这个时候因为两边关系不好 那可能也要为 或者美国方面要认为 要为他建立他这个 气球这个正当性 在调查过程中塞了一些什么 原本不在上面 但是他把故意用的 那个刻一些简体字 简体字在上面 这个时候这是你的 对北京来说 他其实是好 我个人觉得根本就是跳到黄河里 都洗不清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北京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来说 我真的是觉得不是很理想 也就是说 你事前 你没有跟人家先充分说明 事发 你轻描战也说 那个是我们的 是民用的 然后事后 你其实用非常激烈的方式 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等等 这样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 也说我们之前 我们的战机也曾经如何如何 然后在西南极落间谍气球等等 讲的很转进去 也就是间谍气球 其实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今天这种气球本身 它为什么我会说 它绝大部分应该还是气象探测 这样一个气球呢 因为你在空中 我们刚刚前面讲 你的确好 你要有影像传播的能力 然后等等 是你可以从太空站 传送4K画质影片的实力等等 这些你都对 但是最好 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多后续的 一系列这个欠 也就是这个链 你要能够维持完整 你才做到 那做到做不到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广告后 我们再继续来聊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刚刚也有一个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讨论 引起他的这个回忆 说他说这个退伍的时候 空军异物 他说退伍的时候 衣服都要搅回 连背心也是 这个我就觉得 你可能被你的补迪给骗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这件空军的这件小背心 他当初各装发给你的时候 就是退伍不搅回 就是你可以不用搅回去的 那为什么会搅回去呢 可能你那时候没想说 可能要赶快跟 不过一刀两断或丢回去 或者是你被你的补迪骗了 这我就不知道 好OK 好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气球 这个主题上来 就是说 因为今天你这个气球 被美国人那个捅下来以后 那这个时候 我刚刚讲就是说 对美国来讲 他呢其实在整个收 那个回收 这个调查这个过程中呢 他是派的这个海军的这个 水下作业那个人员 去直接把他捞回来 一开始的时候 是找到那个包含气球的这个 就是气球的那个气球本体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 他这个气球本身 他下方其实带了非常大的 这个太阳能板 那这个太阳能板的确不小了 因为你如果 以美方他们当时 之前公布来说的话 他们 那个他们测定 这个气球下方的这个payload 也就是这个挂载 这个装置呢 大概有三辆公车那么长 其实这可以说非常长 非常大的一个 那个挂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气球本体 其实本身非常的大 那当然我们前面讲到 大陆有这个什么空机雷达 就是他们在发展 这个空机雷达 或天机雷达 就是装在这个 空中的这个物体上 你说以这个 这个那个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不会那么的大的一个原因 是你看 像E2预警机 E2预警机 装那个AP145一达之后 各位你知道吗 他要搭配一个 10吨的这个冷气机 才有办法能够 让他的整个系统 维持在一个冷却的 这样一个状况 跟温度价工作 当然说高空那么冷 你怕什么那么低的温度 零下四五十度等等 当然没错 但是你知道你 为什么像他在 维持那个 那个AP 那个APG 那个145雷达运作 要那么大的这个冷机机 当然首先是你 那个雷达他要转 第二其实冷 那个雷达运作的过程中 因为他产生讯号 然后他要发送讯号 他要收回讯号 然后做信号处理 这些东西都会让 这些电子元件 非常的高热 那他要维持 这些电子元件的 一个低温的作业环境 所以他才需要一个 10吨 12吨的冷气机挂在外面 那个冷气机在哪里 你去看E2这个预警机 E2的运机 左边是门 对不对 如果我们坐在 这个正价社会上 左边这边是门 右边这边 大家没看到一个 凸出来很大的一个东西 那东西是个冷气机 就是我们讲到的空调设备 而且他的效能很大 大概到12吨的 这样一个大小 所以你就知道 你今天你弄一个 光是像E2预警机 那样能够看的范围 是200多公里的 这个雷达 他就需要一个这么大的 这样一个冷气 冷气来空调设备 来作为飞机上的系统冷却 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个 他体现那个payload那么大 那这么大的一个payload 那你说挂载 有没有办法 能够产生这么大的电力 因为你看 10吨 12吨的重冷气机 他要的这个电力不会小 那电力要很大 然后第二 他其实你看 以这个气球的飘行速度来讲 他也是一定经过白天黑夜 白天黑夜 白天黑夜 那在黑夜的时候 对不起太阳能电板 就没有办法充电 他就要消耗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夜晚 他能够工作的时候 效能铁定是不高的 一定要白天才能工作 那白天的工作的时候 你说即便是那么大的 这个太阳能板 那有没有办法提供他足够电力 我个人是比较怀疑了 我只能说我比较怀疑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间谍的这个能力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毕竟我也不知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现在是去看 这个事情呢 你现在美国人把这个气球打下来了 所以呢 后面要塞个什么东西啊 用简体字 简体中文 那个硬硬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放到这个 这个 那个回收的这个间谍 那个那个气球 这个残喊 你说这就是你的 对北京来说 现在真的大概只能 哑巴吃黄连了 因为这种事情 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古时候 我记得我曾经碰过一次 这个装人量教官 就是中华民国空军 非U2的飞行员 他的任务什么呢 他就要从那个 当时泰国的空军基调 非当时美国 那个提供给我们 中华民国空军的 U2侦察机 从泰国起飞 飞到哪里 飞到新疆 裸布博 那时候因为大陆在测试原子弹 所以当时他派U2进去 要先派U2 把他挂在翅膀下 两个探测器 那个抛下去 让他在那个县地 去探测 这个中国大陆 核弹的核爆的威力 或者说一些大气资讯 等等 他那个东西 那个整个挂舱 他上面就用那个简体中文 喷什么 科学院 勿动 就是用这个中国大陆 科学院 然后呢 你不要动这个东西 他当然故意是这样喷的了 那你到底看到人会不会动 不知道 但至少一般的人看到 可能要马上层层请示 然后再去 这个动他 但是之前该传的资料 大概都已经回传出去了 因为我张 庄人亮教官 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段呢 他说 因为当时有人说 这个美国要摧毁 大陆这个研发核武的能力 所以呢 要派YouTube侦察机 带个两颗核弹 然后去的时候 就把这个核弹丢下去 但是庄人亮教官也很怀疑了 说我们这个飞机 完全没有经过这个核弹的 这个投掷训练 而且以YouTube来讲 他在那么多的高度 相对来说 他是本身 那个不是很好飞 就是我们讲到那个棺材脚 非常小 那个他的这个观察 那个观察角很小 因为他飞机不好操控 那你真的核弹丢下去 爆炸那个YouTube 大概也在空中 被那个核振波给吹散 那所以呢 但是他还是半信半疑 所以他在登机之前 他特地在去看了那个 那个吊舱 上面就的确写那个东西 他说还有透明的 类似像塑胶的 这个透明塑胶 这个部分 他是觉得那玩意儿 绝对是一个 货真驾驶的这个探测舱 不是核弹 他说 最有趣的是他后面讲 他说那个东西 他确定百分之百 不是核弹 所以他就按照 原先的任务计划 执行了这个任务计划 他说 如果那玩意儿 他看一看 他觉得是核弹的话 他卢不博不却 他去东京了 好 这个是 当然 庄良阳教官过世 他生前讲的一段趣闻了 好 那这边也有大陆网友说 他想多了 大陆外交部 现在要求赔偿气球 这个损失及道歉 或者说你想都不要想 这个事情 美国在这个事情上来讲 其实在这个国际法上来说 你在未经过允许跟同意 进到我的这种 那个那种设备 当然现在如果说 如果是一架民航机 或是客机 或是任何上面有人的飞机 在进 因为各种不可 抗拒的 这个比如说飞机故障 等等这样一个原因 被迫飞进来 而且他一路有 用无线电对外呼救 然后你把他打下来的话 那这时候你有责任 但像这样一个 这个自由 那个飘进来这个物体 那如果说你 这个美方认为 你这个东西 有可能会影响到 他这个安全 或是因为我刚刚讲 这就是领土高权 那所以他就行使 他的领土高权 你去把它弄下来 那当然前面一开始 就有朋友问说 有没有办法去透过 这样一个方式 比如用勾绳 怎么把它弄下来 首先呢 你如果真的要能够在空 像以前他们曾经实验过 一个东西 也就是人造卫星拍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子传输的 这样的东西 所以最古老的那种 间谍卫星是怎么样 他就拍了照片以后 要时间到 就要往地上丢 然后丢的时候 就会派一个飞机 然后干嘛 去回收它 他们那时候找一架 B10机 前面装个非常大的支架 然后在底片 用降落伞的 垂降的过程中 他用非常大的铁支架 然后去勾降落伞 即便那样 都还很不容易勾到 那你现在根本不要讲了 是一颗六万五千英尺高 还在飘动的这样的气球 首先我们刚刚前面 就跟大家说了 你飞机要能够飞到那个高度 还能够维持飞行姿态 跟状态 难度就很高了 再加上 因为两个如果相撞 速度非常的大 所以你不可能用一个高速机 去补勾 补勾它 一定要用一个慢速机 那慢速机通常就是螺旋桨 螺旋桨飞机大概爬不到这个高度 所以就很跟最前面 这位观众朋友说了 你真的要靠这种什么勾绳 等等这一种系列 这种方式要把它回收的话 难度其实非常那么大 把它弄破 让它掉下来 然后掉下来之后 你再派海军的这些 水下作业人员 把它捞回来之后 捞回来 该有的都有了 然后就开始进行调查了 当然我们前面也讲了 现在你这个东西 落在人家手上 人家要怎么说 那就是人家的 掌握了话语权了 所以就是说 北京在这个事件上来说 真的必须要说 他其实这个 我真的是觉得过于大意 也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会 飘进人家领空领土 这种东西 你即便是无人 在处于一个 非操控的状况下 你飞进去 都是会引起一些争议的 在将现在 华府跟北京的关系 相对来说这么的敏感 那你在这个时刻 飞这个东西进去 那自然而然的 就我们台湾有句话说 你今天大家吵架 干嘛要累积 这个叫相骂本 那等于你自己双手 把这个相骂本 送到人家手上去 给人家有这个操作 这个空间了 对不对 所以好 那我个人 对这整个 这个气球 这个事情的看法 跟观点是这样 说真的 也就是说 我并不认为 它是什么 真的很了不起的 这个具有间谍功能的 这样一个侦察气球 但是你说 现在这个事情 北京处理的好不好 我个人觉得 北京实在处理 非常糟糕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徐校伟 我们隔两周后 13月1号 再来跟大家继续相见 많 8 Pro 0 2 0 2 2 3 3 1 1 1 2